在2018年的NBA选秀大会中 来自日本的杜鞭雄泰成为了洛选秀 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杜鞭的父亲对着沮丧的杜鞭说 你现在和NBA还差得远呢 而正当杜鞭正在嫁郁闷时 洪又给送来了小学毕业时的时间胶囊 在这个胶囊里 有着杜鞭留给自己的一段话 十年后的你会加入哪只球队呢 好嘛 又会是得伤呢 你能进入NBA吗 如果没有 那么就请继续努力 不要放弃 经过曾经的自己激励后 杜鞭开始从夏季联赛一步一个脚印进步 如今的他已经成为篮网的重要轮换 他成为了篮网替补戏中 发挥最出色的球员之一 嘿 大家好 我是胡砍球 今天我带大家走近 这个把灌篮高手写进现实的男人 作为一个灌篮高手的粉丝 他最喜欢的人物就是其中的仙道 杜鞭曾这样说过 管了高手可能看过一败多遍 当然我并不是在吹牛 在我高中时期 我基本都可以背回所有角色的台词 而在现实中 杜鞭做到的已经远远超过自己的偶像仙道 他更像是泽北荣治和刘川芬的结合 想必在井上雄颜创作时 绝对想不到一个日本球员 竟然能在NBA打出这样的成绩 得到这么多的喜爱 杜鞭就读于家乡香川县的一所高中 在高中时期的他加入篮球队后 曾带领球队两度夺得全国高中联赛的亚军 在这之后 日本球迷也对杜鞭充满了希望 日本时报甚至称他为天选之人 对杜鞭而言 在日本这个年龄段的他已经没有对手了 时间来到2013年 渡边决定前往美国 介入升托马斯预备学院 希望能够通过自己努力 离NBA更进一步 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 学校主教克斯罗斯福发掘了他的天赋 并向乔治华盛顿大学推荐了渡边 之后渡边雄泰也如愿以偿的 进入乔治华盛顿大学就读 来到新环境的渡边 凭借着自身的不懈努力 成为了球队的核心一员 而当时的他就连英语都说得十分一半 在面对华盛顿大学的学术要求 他会在比赛训练的闲暇之余 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 接着在学习方面追赶上其他人 最终渡边克服了这些困难 他会准时准点的参加每一节课 无论是什么课 他从来不会学习 来到2018年 大四的渡边成为了大西洋 时校联盟最佳防守球员 与此同时 他还入选了NCAA最佳防守三战 但在来到2018年NBA选秀大会后 渡边雄泰并未被任何一支NBA球队选中 没人愿意选下这个身体素质平平的黄主任 也没人愿意相信这个身体素质平凡的黄主任 能在身体素质炸裂的黑人面前得到任何的机会 但渡边并没有放弃 他会等待每一个可能的机会 最终篮网向其伸出了双手 我宁愿被对手割扣 也不想让对手轻易的得到两分 在面对成为背景版的窘境时 渡边雄泰这样说 在那年夏季的联赛中 渡边代表篮网出席了5场 场均9.4分4.2篮板 渡边这样的表现 也让灰熊与之谦下了一份双向的合约 灰熊主场 此时的灰熊落后3分 比赛最后的时刻 渡边跑到边线 截到队友的传球后 应着防守3分出手 打板命中 全场观众沸腾起来 灰熊球员也都欢呼了起来 比赛被渡边拖入加时 但之后的他在灰熊 依旧只是一个饮水机管理员 在15场的比赛中 仅获得了11分钟的上场时间 场均也仅有2.6分 来到2019年 渡边在队内的存在感越来越低 场均得分也下滑到2分 于是在2020年 渡边来到了多伦多 在渡边的门龙生涯中 他逐渐获得了更多的信任 出场时间不断增加 并且他还在不断刷新 自己的得分性高 在一场与骑士的比赛中 渡边出战37分钟 砍下了26分13篮板 在这个赛季的他 出战38场比赛 场均上场11.7分钟 能够砍下4.3分 2.4个篮板 0.64助攻 投篮命中率为40.6% 三分命中率是34.2% 在多伦多的他 有很多高光的时刻 而让球迷印象最深的 则是一场与森林郎的比赛 渡边被爱德华兹残暴的格扣 但在赛后面对摄像机 渡边并没有任何失落的样子 他表示 我宁愿被格扣 也不愿意让对手 轻易得到质量分 如果我不挑起来 就不配拥有除肠的时间 一百次我会被格扣九十九次 但我还会坚强的挑起来 真是抱着这样的心态 在上赛季 面对渡边的内线补防时 对手的命中率会下降百分之十次 但即便渡边这样努力 他最终还是被猛龙放弃 因为他们的分线自愿足够吩咐 而到了休赛期 渡边也表示 我惊吓不会参加日本国家队的比赛 而是会在短暂挥国后 立即反美精心训练 为了给自己争取到一份NBA的合同 他需要远离伤病 同时也需要提高自己的能力 只有这样他才能博得一个机会 每当关键的时刻 渡边的未婚妻 九次小子 一直待在他的身边 两人是在2019年南篮世界杯式相识 2022年5月宣布订婚 在未婚妻的支持下 渡边也决定继续努力 一定要在NBA 博得一个再次打球的机会 KD不相信长夜将至 因为活把九在渡边桑手中 在训练后接受采访时 渡边说自己的目标 依旧是留在NBA 他表示 我将回忆在悬崖边上的心态 急需努力 来到22到23赛季 渡边终于迎来了 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来往与之签下了一份 无保障的合同 在来到这里后 他的多项数据 均来到了生涯性高 场均8.1分 三分命中率 甚至一度来到了57.1% 作为队友的KD 和欧文都对其赞赏有加 杜兰特曾这样说 有时候我会告诉他要放松些 他在场中到处跑 你每次都能看到他 扑到对手身上拼抢 他每个回合都非常的努力 我认为他的状态很好 如果我们没留下他 那么一定有很多的球队 都想要得到他 欧文则是这样说 渡边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射手 除了三分外 渡边的防守也相当值得信赖 来往的防守虽说有些糟糕 但在防守端渡边总能拼尽全力 今日在接受采访时 渡边谈及对未来的规划时这样说 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即便在某天 我得到了一份全核的保证合同 也或是得到了一份多年的合同 但我的打球方式依旧不会改变 我会一直让自己在高强度的比赛中拼尽全力 每天我都会认为 是自己在NBA的最后一天 我不会认为任何东西都是理所应当的 虽然最近的情况确实不错 但不可能永远这样 无论我的合同能否得到保障 我都会继续那样打下去 在谈及自己的目标时 渡边表示 我没有个人的目标 但我一直都想赢下总冠军 我知道现在就有这样的机会 这个赛季开始 我们的确有些慢着 但如你所见 现在的我们已经进步很多 我们的滑雪反应变得更好 我们相信彼此 沟通也越来越丢畅 我想我们是有机会的 我想帮助篮帮拿下总冠军 此后曾有人这样表述 渡边队球队的重要性 KD不相信成业将至 因为活法就在渡边桑的手中 对于如今的篮网而言 如何在之后留下渡边 才是真正的难题 今年的渡边的合同 仅有176万 而以他的三分和防守的能力 下赛季的他 至少能拿下一个 600万的中产合同 到明年 篮网能不能拿下 进步神速的渡边 就很难说了 而以如今篮网 视如破竹的气势来说 或许他们只能成为冠军的 有力争夺者 而渡边则一定是 今年篮网球迷最大的惊喜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此结束 我是胡砍球 关注我 带你们持续砍球